蝎子 人们看惯了明星们的花边 绯闻丑闻 却在娱乐圈史上最长的网报中 认识了一个难得干净的艺人肖战 讲真得亏他够干净 不然早被撕碎了 哪还有今日盛景 若说干净是肖战的本质 那么努力上进则是他的特质 也是他真正能走向成功的根本 02 在娱乐圈混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 你总要有点实力才华 才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肖战从一踏入娱乐圈 就开始拼命的努力 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不断的提升自己 努力的把一切都做好做到极致 才慢慢的从一众小透明中脱颖而出 在前途未明时 就决定要参演话剧 在重新站上巅峰时 放弃大热赚钱的影视剧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 投身小众高冷的话剧演出 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 哪怕是现在也有人看不上话剧 却怎知肖战一颗求实力 求强大 求不可取代之心 03 04 05 喊了这么长时间的五号 却迟来的发现 对五号并不了解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好奇妙啊 剧中的演员都是怎么称呼五号的呢 难道都用你代替 好在我们无所不能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真相 在第一排 在强大的望远镜和无与伦比的细心观察下 在五号低流屏上看到了他的名字王达善 乍听觉得好贴地气啊 但稍一细想 五号的苦苦求索 到最后的放下与释怀 不就是达善吗 不过 基于这时观众发现 不排除有其他可能哦 写文不易 彼此尊重 尊重彼此 人生才能贵重 文不易